上周五随着中国好声音2021五强争霸赛播出 全国五强学员正式诞生 他们分别是汪峰战队的姚小唐 李永浩战队的王静文 廖昌勇战队的陈文飞 李克勤战队的五克月和贺三 经过几轮比赛以及五强学员 目前个人人气和话题热度来看 本季前三甲学员基本上已经确定 而在五位学员中 我认为最有望进入前三甲的学员 分别是姚小唐 五克月和陈文飞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他们这几个月以来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 姚小唐本季最大黑马 姚小唐在盲选阶段 仅有黄霄云一位助教导师转身 如果不是黄霄云劝说汪峰 她盲选阶段就被淘汰 而在将用了汪峰战队后 她成长迅速 更是在十一进八的比赛中拿到了专业评审满票 成为了中国好生历史上第三位拿到满票的学员 得到满票后很多网友表示 她的表现只能说没有失误 距离满票的要求还远 她能够拿满票肯定是黑幕 网友表示并非没有道理 她和前两位满分学员相比 实力确实差得还远 不过公语而言 从歌唱竞技的角度来看 她的确是非常适合竞技的歌手 而且评审也有回应 她之所以拿满票 是与之前学员相比之下 她的舞台呈现非常的不错 所以才拿到了这么高得分 并非个人实力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在前她的存在感并不高 在十一进八的比赛中 她的话题和热度 随着满票突飞猛涨 在这种情况下 也可以看出节目组有意捧她 加上姚小棠一路走来 虽然算不上经验 但非常的稳健 舞台也没有失误 这种情况下 她进入前三没有问题 五个月本季为数不多的好声音 本季中国好声音 由于停止 线下海选 以及受上季节目影响 很多学员的唱原创歌曲的情况下 真正的好声音寥寥无几 而来自李克勤站队的五个月 绝对是本季为数不多的好声音 五个月的唱功 在所有五强学员中 自然是无话说的 而她在舞台上演唱的都是经典老歌 其中只要以乐语歌为主 对于观众而言 也是满满的回忆 在五强赛之前 她一直都唱的乐语歌 虽然每首都非常的经典 但依然受到了观众的质疑 很多观众认为她只会乐语歌 很难走到最后 不过在五强比赛中 五个月选了一首适合的歌曲 准确而言是改编了一首 非常适合自己的歌 发挥出了她的最大优势 更是用这首歌直接回应了 她不会唱中文歌的质疑 我等到花也谢了 是张学友的成名曲之一 她改编后将两首歌 融合为一首 并且用中文乐语两种语言演唱 两种语言还随时可以做出切换 可以说是目前最大夺冠热门学员 进入前三 自然没有问题 五个月的导师是李克勤 她本来就非常擅长乐语歌曲 在她的帮助下 五个月在越来越好 而且李克勤非常擅长抓人心理 并且非常会改编 在这种情况下 帮助五个月挑选合适的歌曲 进入前三自然没有问题 陈文飞五强唯一素人 陈文飞在五强比赛中 虽然得分排名没有进入前三 不过她是五强学员中的 唯一一位素人学员 并且也是唯一一位 符合网季夺冠定律的学员 目前她也是夺冠呼声最高的学员 所以她自然会进入前三 陈文飞无败即挺进五强 并且一直在突破自己 在尝试多种音乐风格 在帮进五的比拼中 陈文飞专业评审投票仅有34分 但大众投票166分 以第五名的成绩 刚好进入全国五强 当时导师和她自己都认为 很有可能会遭到淘汰 毕竟专业评审分数太低 不过最终有金五险 还是进入了五强 陈文飞进入总决赛 虽然非常艰难 不过她是今年中国好声音舞台上 没有败记的宝藏学员 也是唯一一位进入五强的素人学员 换句话说 她自从正式地加入纳音战队 她一直在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 并且通过不同的音乐风格 击败了对手 虽然说目前她的人气不是最高 不过她肯定会进入前三 甚至夺冠 至于王静文与贺三会议成为陪跑 首先贺三所在的战队 有两人进入五强 其中一人就是前面说的五颗月 和五颗月在同一组 基本上注定她会议成为陪跑 毕竟一个战队不可能有两人同时进入前三 而她和五颗月相比 肯定五颗月占优 然后是王静文 王静文目前虽然人气很高 节目组和导师也有意捧她 但她进入五强已经非常幸运了 想要夺冠 基本上没有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她在舞台上已经出现夺此失误 如果放前几季进入五强都困难 而且一路过来她都演唱的自己原创歌曲 但歌曲观众接受度并不高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进入前三 所以哪怕她人气很高 也只是陪跑 所以呢 前三家我认为会是五颗月 陈文飞 杨小棠 你认为呢 我们下预期了 宣叫